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其实我那个口腔溃扬 说话很不方便 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实在憋不住想出来说说两句 我忍得痛 我就上来说说两句 好吧 你肯定是气坏了 哈哈哈哈 对 不是气坏了 中午就觉得挺可惜的 那个跟那个秦胖子的辩论我是全程听的 是吗 哎呀 还这么巧吗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全程听了 听了就觉得你挺可惜的 就是说你快要把他按到床上去 然后那个叫什么 你自己说有有事 你退了 你别说那么恶心的话 行不行 我当时真有事 嗯 真有事 如果我觉得你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把他按到床上 你这个人就情商太高了 我就觉得 就是说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探幕 就是他当秦胖子他说出那个什么没有人知道天堂是否存在这个论据的时候 一经弹幕是一片都是胖子输了 这个东西都在刷屏了 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就我就想就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说就着这个东西 我接下去 我想推演推演一下 就是说嗯 就是说其实你们考来考去就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就是胖子的一个核心观点 也就是说 那个叫什么WHO 他对Omicron的统计就只有上呼吸道感染 然后跟他的意思就是跟感冒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死亡的也跟流感差不多了 所以中国可以适当开放 就是这个问题 是吧 嗯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提出一个 你说那个叫什么 人类对新冠的认知还不足 新冠来出来几年 流感已经出来好多好多年了 已经出来大概一百多年了 吧 就是说人类对流感是有足够认知的 对新冠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变 没有足够认知 然后胖子一下就跳起来了 他说你这个是一个叫什么 说完美主义没有误 是吧 嗯哼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反例 主要我讲到有一个重点 我补充一句啊 我是说这个 一个是说了刚才那个 我同时说了另外一句话 他哑宁亮了 说到这个 我说这个 尤其是现在包括美国出的RNA这个疫苗 也是一个新的技术 那么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保证 它是一个绝对安全的 未来没有隐忧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眼睛亮了 嗯 对 就是说 就是像你说到这个 我就说一下 像我到现在我在国外嘛 我疫苗到现在还没打 就是因为我信不过这个RNA 那个 mRNA 就是说 不知道他那个将来几十年后会有什么灵患 起码你有那个成熟的灭火 我肯定会打 那个好 那我接着坐下车 就是说 然后胖子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你这个是完美主义灭物 那如果宗教的人 他说没有人知道天堂是否存在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是 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一个很明显的在偷换概念了 他偷换 首先天堂这个东西是否存在 它是一个既没有办法证实 也没有办法证伪的东西 但是说你说新冠以及这个RNA疫苗对人类有多大影响 它可以通过时间去证实或者证伪 它这里已经是一个 一个明显的 明显的一个偷换概念了 这个只要抓着他这个网他就可以把它按在地板上摩擦了 那个叫什么 那个 然后弹幕所以都一片纱屏嘛 就说那个胖子 胖子 胖子输了 胖子输了 就是一片纱屏 他现在把这个视频完整版放 放出来了 他也 他把完整版放出来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他跟罗宁的这个辩论 我觉得他也挺精彩的 而且还都是盖弹幕的 可以大家都去复杂一下 只要他们没有剪掉 没有剪掉他们的出丑的地方 我跟你说实在的 而且我跟你说啊 我我其实他已经他已经在那个点上 他已经输给我了 他已经硬凹了 是的 是的 他说到那个 他说我完美主义谬误的时候 我在后面回复给顶怼给他的时候 你看到他 他在演一亮 他全程几乎都是心不在焉 脚之甲 然后在那边 然后又左右溜的 然后到后面 我说到完美主义谬误那个事 他眼亮了 亮了之后 他描述完了 疯狂的 然后捶我 捶我之后 我反击 我反击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他当时身体往后缩 然后身体往下面沉 然后在说这个时候的语速明显变慢 语调明显下沉 然后他在这样左右这样转 我就看他在那硬凹 我没下死手 我当时没下 确实我跟你说 我没下死手 我要下死手 我就说胖子你看看你现在的状态 你都开始在这跟我硬凹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还有 还有就是说胖子他提的另外一个观点 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他说 他说我们打压那个叫什么 张什么的 一时不允许他有不同的声音 是吧 对对对 网报张文宏加上人民日报批评 对对对 我想这个东西是反贼很经常用的一个套路 就是说你提一个观点 人家反驳 那就是 那就是那个叫什么 你就说没有言论自由 我难道不能说什么什么吗 这个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有你发表观点的言论自由 但别人也有垂你的言论自由 这很简单 你既然发表这个观点 那么人民日报觉得你不对 其他人觉得不对 那垂你有怎么样的呢 是吧 在网络上就是碰到反贼这种东西 都是碰到别人都怎么说 怎么呢 你只要指摘那个反贼的错 你说这个 然后反贼马上来去 你没有言论自由 你凭什么反驳我 哪你有你说的自由 我有反驳的自由 大家互相伤害嘛 对 这就是言论自由嘛 那很简单的 然后就是我想说一个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叫什么 且不论这个张意思 他说的对还是不对 但就说应不应该打压这种声音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 为什么道理 就是我们古代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办事的 古代的时候 妄议朝政者 宅 就那么很简单 现在我们社会进步了 把宅改成了 你就不要说话了 找你谈一谈 不要说话了 这么很简单 现在你要看他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党员 他要党员的话 可能他就有妄议的这个情况 而不是党员的话 就可能没有妄议 可能会批判 那但是有这个事 我觉得哈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去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 人民日报可不可以批评他 就跟福奇说话 川普可不可以批评福奇呢 川普可不可以说福奇是个傻逼 他说的都不对 他一点都不专业 美国总统都这样 为什么中国人民日报不能喷呢 最起码习近平还没有出来骂张文宏了吗 不是 我比你还强多了 我们中国国家元首还没出来骂一个大夫了 是不是 嗯 是啊 就是说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就是说国家决定的一个战略 我就是一个清零的战略 你提意见可以 你通过正规的渠道提 不要再重 嗯 就是说在下面你悄悄的提 或者就是说通过正规的渠道 你上报到中央我以为是什么更好的建议 更好的方案 你提没问题 但是说不能在大家已经在执行一个方案 已经在执行这个战略的时候 你去在公开场合 你去唱反调 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就是以前你比如上那个叫什么 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孙权 他一开始 一开始大家讨论是赤壁之战之前讨论 想曹操 还是不想曹操 是吧 然后等大家战略都决定了 好了 我们准备打了 如果 那就箭掏出来 砍个桌子 是是吧 嗯 在延想者有如此爱 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就是说你如果一个战略决定了 大家这个时候 近往一处始 往一个地方走 远比谁的方案更好 要重要得多 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美国这样了 你说你的 他说他的 然后你做你的 他做他的 那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了 是吧 我们那个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办事情的 只不过现在社会先进了 我就给你喝个茶 然后谈一谈 批你一下 怎么了呢 这个叫打压了呢 古代都是要杀头的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以前那个叫什么 打游戏 打那个什么 我相信你也玩过魔兽世界 是吧 那么以前打魔兽世界 那个打团打副本的时候 就是说碰到一个什么脖子 卡了之后 那个 你在公平上 你在说一些什么 说一些什么 哎呀 打不过了 我们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那样 你在公平上说 马上叫你滚 你不要在这动摇军心 你可以有什么 你有更好的方案 你私聊团长 你说我们是不是这么打 现在我们存在什么问题 这个没问题 然后团长在想办法调整 是吧 你如果在公平上你动摇军心 那肯定叫你滚蛋 就是这么个道理嘛 在单位里也是这样的 是吧 一个方案已经执行了一半了 你再来唱 在公共场合唱反调 动摇军心 那肯定是 肯定是就是说 对这件事情本身是负面的效果要大于证明 完全没有问题 好 然后那个就是说 刚才还说到一个如何补导情况子 补导情况子很简单一个办法 就是说 情况子是什么技能 他就是一个打断 一个加霸卖 这就是卖霸 还有一个就是偷换概念 是吧 他就霸着卖不让人说话嘛 当初那个叫什么 磊哥可能战斗力比你弱一点 他在那 磊哥和情况子谁对谁错 我不讨论 排除这个不说 我就说 磊哥的辩论技巧肯定是跟罗宁今天看你这个效果是差挺多的 然后就被 就是感觉他就一直说不出话 被情况子继续给压倒了 那很简单 打败情况子就是有一个像正常的辩论赛的规则 大家计时 对吧 然后像情况子这样 刀逼刀 刀逼刀说的 他肯定到时候正方时间到 然后剩下就被人刀刀刀刀辨识 就是这样子 虽然在网络上这个很难实现 不是 我笑你的点就是刀逼刀 刀逼刀 对 他就是卖罢 然后吼咙比你小 然后虽然他说的话看似有那种道理 对吧 然后吼咙比你小 然后抢卖部 不让人说话 他就是这个 他就这个嘛 我觉得他今天还行 他跟我还可以 没有完全的罢是吧 对对对对 我可能我也不让你罢 我觉得你在你是有点有点霸气的 对 你就是我觉得你实际把握的挺好的 就是说什么时候该打断他 什么时候不该打断他 什么时候该打断他的时候一定要打断 就是说也不是说绝对什么不能打断的 他打断你 你凭什么不能打断他呢 对吧 很厉害 好 然后就那我就该再说 我就说这点吧 把时间剩下的时间给其他朋友 好的 感谢我们的这个人在东京的小义哥 就是想复盘一下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到最后那个烂尾有点有点非常不爽 眼看就把他按倒了 你知道我 有的时候没办法 我这个来事 我来事了 有不了 当时这个催着我家里有事 有非常重要的事 好的 感谢小义 我们就到这里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哎 这个东西吧 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啊 胜败这个东西乃兵家常事 你这个 你明白我意思吧 啊 这个不以一时啊 这个论这个输赢 而且我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个人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 他永远没办法成功 就是我不 我这辈子我不能输 啊 我只能赢 这样的你放心 他但凡输一回 他这辈子站不起来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说 你会发现一个人能够接受失败 我承认哦 我在这方面确实辩论数 你包括你看我第一次 我跟大家这样说 我跟周老板不是没辩论过 你跟我们俩第一次辩论跟你妈跟你妈 跟跟跟咱姿长老娘 俩老娘们打架一样 你对吧 我哪个人辩论过公开的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到后面 你看我现在辩论的不也挺好的吗 知道吧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属于发散性思维 我的逻辑思维 这个线性思维并不是非常强 可以说基本上不怎么强 你知道吧 那么 不妨碍你去锻炼吧 你刚开始可能辩论的狗蛋不是 你觉得大家都会觉得 罗尼你不适合辩论 你慢慢断练 多练练不就行了 是不是 练一练就可以了 你说怕什么 输就怎么了 输就丢人吗 不丢人呢 输了就输了 下次再来过吗 再战吗 对不对 不要认为 你一次都不能输 你输一次你就活不了了 你就如何说 没输了就输了吗 输了再找人再辩论 不就OK吗 对吧 这你慢慢锻炼支持 近乎勇 失败是成功他妈 开听着好像马杰一样 你不能再称咖啡 好吗 我来说 嗯 好吗 好吗 带我去 啊 好吗 嗯 感谢观看